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乖巧好友周深一起帮忙推广 于是两个人便在昨天晚上连线互动 接着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人美心善的周星星同学 一下飞机就火速赶往直播间 由于记错时间 提前几十分钟开始直播 在没有伴奏 轻唱二十多分钟之后 泪趴的周深提前和流同连线 让周深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第一次连线 竟然被认真搞直播的流同拒绝了 接线之后的周深发现 自己已经在其原先的两人互动当中 十分尴尬 并且主动的推出了连线 结束原先连线的流同 连线周深却屡次被拒 一次被拒的流同十分崩溃 反应十分搞笑 一直纳闷 为什么两人无法连线呢 背后的原因哭笑不得 原来是我们的周深小可爱调皮了 说谁让你要拒绝 我也让你常常被拒绝的滋味 于是便有了流同一脸懵和周深 一脸陶醉唱着情歌 喜欢你的经典场面 不得不说周深的唱功了得 虽然喜欢你不是周深的主打歌 但是周深唱起来十分轻松 每个转音都流畅婉转 信手拈来 听着听着就有一种 让人想要恋爱的感觉 在看到流同连线异样之后 调皮周深上线了 将喜欢你的歌词进行改编 最后变成了 流同你活该 曲调还是原来的曲调 但是意境顺时就变成了 这个让人忍惧不惊的感觉了 周深的歌加上一脸懵的流同 真的是绝了 由于这点小事 两人神仙般的友谊 众人也可以略知一二 真的是让人羡慕 我们都知道 明星直播的时间和内容 都是提前设计好的 如果说包含直播连线的互动 那么这两个人 也一定会按照之前商量好的 进行推广 不会做出多余的举动 但是周深拒绝连线 流同肯定不是提前设计的 因为流同着急尴尬的样子 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周深是个很懂事的孩子 在各类综艺节目上面 都是彬彬油里谦虚热情 只是碰到很熟的朋友了 周深才会耍一点大的傲娇小脾气 哼 谁让你拒绝我呀 同样后来被拒绝的流同 虽然很尴尬 但是他也并没有发火呀 只是觉得很好玩 虽然说调皮的周深 那会儿没有跟流同连线 但是给流同的宣传 可是一点都没上 一直都在拿着书对着镜头 流同连线之后 也表示非常感动 这俩人的神剑友谊 真的是让人羡慕 周深近日发布了一个消息 这消息不似是平时与生命 王闹的性格了 他突然的想法 也是让人不禁产生了疑问 他到底在想什么呀 实际上这才是周深真正的真心话 以往他的心事 总是藏在心里不肯表露 这是他的性格 也是他想要生命 分享他快乐一面的做法 其实周深在表达出 自己的心声之后 我们也应该思考一些问题 周深算不算一个合格的明星呢 我认为他不算 他太普通了 普通的就像是身边的朋友 感觉不到差距 却让人感慨他的天赋 周深是娱乐圈当中 最独特的明星了 他的谦逊 他对生命 包括喜欢他的人 帮助他的人 都是一直惩怀着感恩之心的 他并没有因为 自己出众的能力与天赋而骄傲 甚至他并没有表现出 自己是一个明星 这样的周深只有一个 而他的粉丝也明白 这是这样的他 让自己想要陪伴 欣赏他的才华与人品 静静的欣赏他的歌曲 默默的在背后支持着他 给予他前进的动力 实际上 无论是周深还是周深的粉丝 都是一个合格的表率 是啊 粉丝的存在 不就是支持喜欢的人吗 不就是陪伴 而给予动力的源泉吗 这种陪伴是周深应当珍惜 而他也非常珍惜的 这种单纯的喜欢 似乎回到了那个年代 粉丝没有大肆的 比对别人 也没有议论谁强谁弱 只是单纯的喜欢和支持 这才是娱乐圈最难得的清流 实际上 周深的心声只用了一句话概括 那就是 路很长 但因为你们就没有那么难了 可以想象 周深从一开始的拼搏到如今 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其中更包括了粉丝的支持 恩人的扶持各种因素 才造就了现在如此出众的他 而他也因为太过于出众了 面临了许多非议 出现了人妖的称号 明星也是有感情的 被伤害的他也会痛 被爱的他也会感动 他们就是普通人 也向往着普通人的生活 能够爱这世间的一切 也希望得到人们的认可 当然了 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那是不可能的 就算再优秀的人也无法做到 但有真正真心陪伴的粉丝 其实他已经很开心了 他也很感谢恩人 以及平台对他的扶持 而最大的恩人 那自然就是非高晓松老师莫属了 若没有高晓松的慧眼石珠 现在的他也许已经埋没在 这茫茫的人海间了 而平台对他的扶持 也是让他能够走到 如今的地位的重要原因 他明白 光靠他一个人 是很难在这娱乐圈当中混迹的 正因为他明白 所以才表露出了 自己感谢的心声 懂得感恩的人难能可贵 其实回头想了想 周深出现的人们的眼中 到如今已经有几年了 而这几年时间的种种 岂不是让人有诸多感慨的吗 每个人的身上都有需要承担的责任 所有的行为也都会有一系列的影响 别人也许会为你的行为买单 但你绝对自己是逃脱不掉的 周深工作室在发布工作室成立 和周深线上演唱会的消息之后 发布了第三篇微博 但连小编想不到的是 这一次的微博内容 不是周深的新歌 或者是鼓励你们一起前行 居然是一篇 劝大家不要接机之类的通告 通告导中表示 7月26号 周深和工作人员在上海洪桥机场 遇到了接机 工作室表明虽然非常感谢大家 对于周深的喜爱和关注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并呼吁大家不接机 不送机 不要追拍 虽然工作室在通告当中 写得非常客气 只是简单的说了 周深遇到接机的事情 并未提及有任何过激的行为 但是工作室既然发布了公告 当时的情况肯定 不像公告上面写得这样客气 小编却翻了一下 网友在这篇微博下面的评论 所幸大部分的网友都是理智的 喜欢周深也是用了一种正确的方法 理智派的网友是这样回答的 爱护深深从你我做起 拒绝接送机 接送站等 追拍不理智的行为 拒绝购买 带拍 助长不良风气 一起理性追星 共同维护公共安全 安全第一 拒绝围堵 理智追星 保护自己也保护心爱的人 不支持不补离任何接送机 跟车追拍的行为 请把你的喜爱停留在不打扰的阶段 用尊重的方式去爱护深深 凡是安全第一 拒绝蹲守 拥堵和追拍 文明追星 从自律做起 遇见不文明的行为 请无效仿 误转平赞 助长不良风气 搞笑派的话风是这样的 派个男助理吧 劲儿大 必要的时候可以扛起深深跑的那种 壮汉男助理 必要的时候可以大鹏展翅党人的那种 说归说笑归笑别拿安全开玩笑 大家一定要记住文明追星啊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